我們進入到第七個單元 就是我們講義的這個第三頁 那請各位看到這個命名的部分 那由於有講義 我們講起來就會很快 那麼請大家注意一下 大官員的命名呢 一直以來都有一個誤會 以為呢 都是賈寶玉所主宰 因為他被視為是大官員的主人 但實際不是 他完全不是主人 大官員不是為他而創造的 我是說在小說中所奠基的 那個現實邏輯裡面 大官員不是為他而創造的 是為誰而創造的 是元春 那麼同樣的只有元春有權利 有條件的開放大官員 對不對 所以怎麼可以說賈寶玉是這個大官員的主人呢 所以這麼一來 在我們接下來所看到的各種命名活動啦 還有居住的空間配置關係啦 還有甚至呢一些其他的微小的設計呢 都在告訴我們 這些大官員中享受相對的自由 浪漫的這些少男少女們 他們事實上呢 也只不過是在禮教稍微鬆動 而給他們的一個餘地的情況底下呢 稍微的感受到話外的這種快樂跟自由 可是呢那只是一個在相對限制底下 跟一個呢有限的開放之餘所產生的 那麼因此呢在命名啦 在很多地方的設計 我們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他們背後有一個更終極的一個主導者 而這個是他們在這樣的階級背景底下 所絕對不可能豁免的 我們一定要回到他們的生命史 跟他們的生活狀態來理解喔 那這個命名到底有多少意義呢 我想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特別把他括號在這個標題的最後面 其實主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各位同學要知道 事實上命名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意義喔 基本上他其實就是所謂的宣誓主權 好 那我們的這個講義裡面 對不起沒有提到 沒關係 我想各位就請參考一下 我們螢幕上補充的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這一點 實際上呢 實際上各位想一想看 在你們的家族裡面 你們的新生命誕生的時候 包括你自己 誰具有命名的權利 那通常就是你們家族裡面 最有地位最高的人 例如說是父親啦 或者是你的祖父母啦 或者是什麼什麼啦 那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現象 第二個呢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意義 就是命名啊 從這個聖經 還有呢 我們透過這個中西各方面的 這個古老的神話的研究 其實命名都是一個非常莊嚴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喔 因為命名他會使一個抽象的一個原理 或者是一個不存在的概念 透過命名而化為真實 所以有一個很顯明的例子呢 那就是聖經 聖經裡面呢 上帝說他要有光 所以呢 就有了光 所以語言文字本身 他事實上就有一種呢 具體複形 然後呢 轉化 創造的力量 那命名更是如此 那除了這個宣誓主權之外呢 我跟你們分享一個經驗 我們大學的時候呢 台大那時候還有一位西班牙籍的神父 他在我們台大教西班牙文 然後呢 當然我有同學就跑去聽課了喔 然後他就回來 當然不能轉述西班牙文 他是在說那個西班牙老師 他提供一個他們家鄉裡面的一個 一個算是一個習俗或者是一個現象 就是在西班牙的大草原上面的牧羊人 對於他所養的每一隻羊 都這個都能夠辨別他們各自的特色 因此每一隻羊也都有他們的名字 都有他的名字 那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我們那時候聽到說真的非常吃驚喔 那西班文化裡面他們就認為 只要一個生命體他有了名字 不管他是哪一種層級 他事實上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他就是有靈魂 所以對於有靈魂的對象 你當然要用獨一無二的方式去面對他 那這個就是在他們的文化裡面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喔 所以最近呢 我看那個Animal Planet 就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對夫妻他們覺得 人應該跟他的食物距離越近越好 所以呢他們就自己豢養自己種植喔 那當然這麼一來呢 他自己要親自殺生啦 然後當然就會很不忍心喔 可是如果用一個自然之道來講 不要濫殺不要過分的使用 其實還是好的事情 於是呢 他們就很努力咬著牙去做這樣的事 可是心中總是有一個障礙 那個障礙是什麼呢 就是那真的是你親手養大的動物 比如說小雞啊或者是小鴨 甚至一隻小豬 可是呢你在宰殺他 那個當然是一個非常殘酷的過程喔 那他們為了要減輕心理的衝擊 他們呢一開始就採用一個方式 那就是他們所要豢養 將來如果是為了食物而準備的 這一些小動物呢 他們就不給他取名字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取了名字就像自己的一家人一樣 一個成員 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你再去宰殺他那當然心理上面 會有很大的障礙喔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沒有名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剛剛我們所籠統講的呢 主要分為兩個層次 一個是具有命名的權利的人 他通常就是地位最高 他擁有最高的主權 第二個被命名的對象呢 他會因此被賦予獨一無二的生命 甚至呢被賦予一個呢 真正能夠讓他存在的靈魂 所以命名活動一直都是 從神話時代到現在 其實都是有非常複雜 而且非常深刻的意涵的一個 人為的文化活動 那我下面給你們引述了 這位是一大陸學者 他在那個姓名論裡面 所談到的一個問題 那這是其中最言簡易概的 所以我們來跟各位分享 他說呢 對於那些姓名體系 具有重要社會功能的族群來說 命名是什麼呢 命名是一種動員 也是一種維繫 當然也是一種教育 那麼在命名過程中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 大官員的命名 那簡直是樂園的接木儀式之前 可以說呢真的是非常攸關重大的 我們必須呢要面對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說在命名過程中 族群成員以自己的社會活動和心理活動 那麼命名可以表現社會的結構 和傳統的權威 這一點很重要 那麼所以這個命名呢 往往會強調群體和個人的這個義務 那麼他也可以聯絡感情 可以交流訊息 同時呢命名活動也是對社會行為方式 以及呢分類知識文化觀念等方面的 在線和調適 所以他也可以是新舊矛盾勢力的一種呢 就是各種新舊勢力矛盾跟對抗的過程 那麼就這個來講 當然是都很抽象的描述啦 所以我特別印給你們看的原因 就是你們要仔細去體會 然後仔細去印證 才會了解到說 其實命名真的是人類的各種 這個社會動員當中 事實上呢是看不見 但是他其實攸關重大的一項活動 那麼所以呢 往往在命名活動當中 他會體現出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那這是沒有問題的事情喔 所以呢 我們如果觀察台灣這幾十年來 不同的命名的那個潮流 我們就會發現所謂蔡奇亞名 他真的就反映那個時代的這個價值觀啦 了解嗎 所以呢像我們那個時代 女生名字很明顯嘛 他通常就是兩大範疇 一個就是美麗對不對 那沒辦法嘛 所以什麼什麼都有個美啊 粒啊 彩卷啊 就這個意思 當他生了一個女兒 他想要為他取名的時候 他就就地取財 他當然不知道 這是出自什麼 漢武帝故事的裡面的一個典故 可是因為大家都這樣取名嘛 所以他就很自然做了 這一個主流價值的反應 那當然對於女性的取名的 另外一個範疇就是來自於哪裡 你們都知道是不是就是富德對不對 所以姓名裡面就要什麼淑貞 淑源 好 我認識的淑源就好幾個 韓淑源 李淑源 林淑源 好 什麼一堆淑源這樣子 那還有真 沒有 淑貞的真等等 一堆然後就開始重組嘛對不對 就有一大堆這種名字 那當然越來越後來 大家又覺得這個實在是滿俗氣的 所以開始又有了新的變化 然後我記得好像上一個階段 被列為什麼蔡奇安名字叫宜君是不是 到處都叫宜君 所以叫宜君的就氣死了 然後現在是不是換新的了是不是 雅庭 其實雅庭很好聽啦 可是因為大家都這樣的時候 就變得很俗氣 好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 命名他真的就會反映一個主流社會價值觀 所以告訴你們杜甫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杜甫我告訴你們跟桃月明這些人都一樣 跟李湘銘一樣 當他們變成父親的時候都很頻繁 你知道嗎 都會覺得這個是詩聖 這個是古今以義詩人之中嗎 怎麼反映出來都跟別的平凡父親 農夫都沒什麼差別 那麼我們杜甫也一樣 他為他的兒子第一個生了孩子 而且這個兒子是不是很高興對不對 然後那個名字叫什麼知道嗎 叫做中文 以文為中 就是反映了唐代是不是注重那個科舉嗎 尤其是那個詩歌創作的那一種主流價值 那當然再生第二個兒子 那就叫做中武要文武雙全 這也是聖堂的讀書人的最高理想 就是出將入相 文武雙全 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很畫地自現 其實真的胸襟要開闊 那這個世界真的很寬廣 人可以活得很壯大 很壯麗 所以我們唐代的讀書人 當然中晚堂就不一樣了 中晚堂就會產生一些文弱書生 甚至有一些怪誕派的如李赫 那個都是中晚堂之後 整個時代精神已經有了缺損 然後狹隘化之後才會產生了一種形態 但是在出聖堂對讀書人來講 我一生中最高的成就就是文武全財 我可以出將入相 可以帶兵打仗 又可以治理國家 對他們來講這真的就是 我人生最完美的實踐 那所以我們舉這些例子 讓大家知道說命名事實上是非常有趣 而且在不同的文化 跟不同的社會群體當中 你都可以考察出呢 隱蔽在表象之下 很多他們內心優微的秘密 那所以對於大冠元的命名 我們一定要先做這些說明 讓你們知道這些命名都非常的 具有深刻的象徵 好啦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注意囉 命名的這一項說明裡面 最後的這兩行三行請你們注意 這裡面有各方面的文化觀念的 再現與調適 甚至有新舊勢力矛盾跟對抗的過程 而這都體現在大官員的命名中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下面 簡單舉幾個例子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當然雖然簡單 但是一定要全面 事實上呢大家都知道喔 大官員中的幾個重要處所的命名 好像都是賈寶玉對不對 好 都是由他來展示這個命名權 但是隨著我對《紅樓夢》越讀越熟悉 越來越想要做一個 不只是表面的探究的時候 我就發現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實際上表面上是他命名 但是他並沒有真正的決定權 那麼這個才是真正的關鍵 所以我們請大家注意一下 固然在第17回 那我們賈政作為一個嚴父 他雖然處處壓制寶玉的這個企業 但是他實際上呢 最後是採用了寶玉的所提的這些聯額 那麼所以我們請各位看一下證據在哪裡 而且呢在這一段闡述裡面 他讓我們看到為什麼這樣做的原因 而且這邊有一段話是所謂 我幾乎啦 沒有看到有相關的讀者或研究者 注意到這一段 其實這一段非常的重要 我們來參考一下 那就是在第270頁 這個是第18回 這是第18回 好啦 我們先看最後一行 然後等一下我再帶你們看一下 大家都忽略掉的一個描述 那麼最後一行呢是啊 這個賈妃未入宮時呢 既幼異系賈母教養 那後來天的寶玉 那賈妃是長姊寶玉為弱地 那麼賈妃之心呢 那麼母年將邁始得此地 所以呢 戀愛寶玉與朱棣代之不同 那麼所以他們是同隨祖母客位占領 所以他們真的是姐弟情生 所以更實質來說 我覺得原非跟這個寶玉的關係 與其說是姐弟不如說是母子 那麼原非等於是寶玉的 另外一個替代母親 甚至是替代父親 這個我們以後有機會再多做詳細的說明 所以各位你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長姊原春負責了對寶玉的啟蒙教育 那這個也是我們明清讀書人家庭 其實蠻常見的 所以可想而知 原春的文化素養 甚至相關的知識的這個基礎 是不是也非常的高對不對 他真的是出生這一種世家名門 絕對不是泛泛之輩 這個大家一定要放在心裡面 他不是純粹只有賢德 然後才被選到宮去 然後晉升為這個妃子 沒那麼簡單的啦 好啦 所以繼續往下看 那寶玉未入學堂之先 三四歲時已得賈非首飲口傳 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 數千字喔 還沒有入學堂 他們入學堂大概就是五六歲 所以你們可想而知 五六歲的時候你們在做什麼 在幼稚園裡面吃燒焦的紅豆湯 我是在說我的經驗 所以那個細味的印象到現在 反而非常持久 真的耶 我現在想到我幼稚園時候的幾件事情 真的主要都跟氣味有關 一個是燒焦的紅豆湯 那個是永生難忘 然後呢 然後吃紅豆湯玩耍對不對 所以呢你們就知道 寶玉啊 林黛玉啊 薛寶釵這些人 根本都是神童啦 好不好 不要用我們一般人的層次去理解 好 所以我們作者下面挑明了說 其民憤雖細姐弟 其情狀有如母子 這一點就很重要了 那當然這一點的重要性在哪裡 我們以後再做補充 數千字在腹內真的是不容易耶 我想我們現在恐怕也只有數千字吧 所以這個都是古今不一樣的一個要求 好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重要是下面 自入宮後他時時就會代性出來 你看他時時刻刻沒有忘記寶玉的教育 所以他常常就是提醒父母說 千萬要好生撫養 不言不能成器 過言恐生不語 所以而且呢 那麼如果闖了禍就會治父母之憂 所以他眷念切愛之心 刻未能忘 所以要注意元川這時候已經不是這個家族的女兒了 他已經是凌駕於父權之上的皇權的一員 所以呢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可以說是皇譽 聖譽 老實說就會給賈家的父母一個另外一個壓力 這個壓力呢其實就是推動他們 他們真的對這個孩子要有特別的教養 所以寶玉要很嚴格的教育的啦 你們不要忘記這不是賈政跟他兒子有仇 所以才一副那麼嚴厲的樣子 沒那麼的簡單 好 所以呢各位請看喔 賈政呢 文俗詩背後散 寶玉偏財盡有 什麼叫偏財 就是正統教育之外的那些文藝的才華 好 因為對於讀書人來講 他們最重要這樣就是四書五經 然後走的就是那個讀書經濟之路 那在這個之外呢 你可以修身養息 然後你可以輿情養性 那那些詩詞啊或者是什麼啊 那個就你懂得去寫當然也很好 可是那就叫偏財 你看喔 其實賈政是滿欣賞的喔 當俗詩是你不要忘記 俗詩是讚美寶玉有偏財 雖然這個偏字有一點貶義的味道 可是你不要忘記 俗詩是在責怪他還是在讚美他 是讚美喔 所以他們事實上你真的不要以為 這些正統讀書人全部都是 但是又頑固又迂腐又偏執 然後呢就在打壓那些性靈 這個都是我們現代人才建構出來的 黑白二元的一種對立觀 賈家顯然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俗詩是背地讚美 當然因為他不希望說 我們的保育在教育過程當中本末倒置 因為畢竟還是有一個輕重緩急 可是他還是肯定這種才華 這個請你們要注意 那賈政聽了他到底是高興還是不高興呢 如果他不高興的話會怎麼做 當然是說不准他寫了對不對 趕快把他這個什麼野馬要把他收心回來 不要再浪費利息在那些偏殘 賈政有沒有這樣做 沒有 他是覺得說真的嗎 我這個兒子竟然有這樣的優點喔 結果他就藉這個機會要來試試他 測試一下 所以你看賈政畏性視巧 那麼欲緣已落成那麼令題提轉 所以療療是其情思是輕酌 所以你看喔賈政是覺得這很不錯 只是我不知道我這個孩子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才能 所以這個賈政也不是平凡的父親 只要是我的兒子會有一千 數千次就覺得他是天才了不起 不是的他是實事求是 讓他要很認真的知道說 我這個孩子真的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才能 好啦 所以你們真的認為賈政既迂腐 又頑固又無聊嗎 不是 我真的覺得他事實上真的是正人君子 不要忘記他是姓賈明 那個正字請你們注意喔 在傳統的遜古裡面 包括我們幾十年前從地下考古呢 新出土的那些博書 先秦時代非常古老的那個書寫的文獻 請注意一下學者考證過了 這個正字根本就等於這個正 好 在遜古意義上面 在先秦文獻裡面的使用情況 這個正都等於這個正 所以他事實上是正人君子的化身 那為什麼我們現代讀者 都把假正就叫做假什麼偽君子假正經 這真的是我們現代人的偏見 好 那這個偏見太強 有一點想當然爾 所以你不喜歡的人 不就御加之罪和患無辭嗎 對不對 反正任何的字都可以用諧音來做文章 不是這樣嗎 那難道你會說假設是假的色鬼 他不是真色鬼 可以這樣嗎 可以啊 每個人如果真的要用個人的成見 去解釋的話 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只是說有什麼意義 這到底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希望各位稍微注意到 這些細節裡面所傳達出來的 這個人的真正的內在品質 然後我們繼續往下看 請注意下面是重要的話 他說呢 保育才很小 你們大概知道這個時候他幾歲嗎 第二十三回有提到 那麼賈飛有條件的開放的大官員 讓這些人住進去有沒有 那保育住進去是不是心滿意足 這就是他人生中最完美的樂園嘛 然後他是不是就很開心的 就寫了四十集市有沒有 然後那些詩是不是後來流傳到外面去 外面的那些王尊公子們覺得 哎呀 這個小孩子竟然能夠寫得這麼好 竟然就到處傳操 那時候就有提到保育才幾歲 所以大家才覺得很難得 如果是四十歲的杜甫寫那樣的詩 沒有人會稱讚 而且會覺得你浪得虛名知道嗎 所以呢 那時候的保育是十二三歲 十二三歲的十歲就是十一二歲 也就是我們的國小五六年級的小朋友 了解嗎 好啦 所以你要注意這個年齡是很重要的一個評價的基準 所以賈政說他所擬的貶連雖非妙聚 當然不妙 我告訴你們那四十集市 你們仔細看就是那個春夏秋冬嘛 什麼春夜集市秋夜集市夏夜集市 其實是真的不好的詩 那連知厭哉也很坦白說這個詩其實根本不好 那這個是合乎當時他的年齡他的身分 他的狀態 那所以呢 我們都不要因為你喜歡這個人 就去誇大他的優點 這個都是我們要避免的一個主觀的本能反應 好 所以呢 賈政也很有一個公正的判斷力 只是他覺得第一個 在幼童為之 易或可取 對不對 你們小學大概不一定寫得出來 這當然這樣的說法不公平啦 因為你們受的教育跟他不一樣 只是說你從一個那樣的年齡層 他的知識 他的見解 然後呢 能夠寫這樣的作品 他覺得也還有可取的地方 好 所以呢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那麼即使呢 另外讓這個民工大筆為之 當然不難 賈家何等的人家 我要聘那個大手筆 來幫我提那種很炫目的那種扁簾 哪裡不可能呢 可是啦 請注意 他覺得想來呢 倒不如這本家風味有趣 這就是我們家裡的孩子 是留著我們同樣的血脈的 這樣的一個子孫所寫出來的 那當然可以相得益彰 所以呢 這是第一點 本家風味 這樣才有趣味嘛 這是我們家族裡面 何必去以炫耀的方式去展現 第二個 請注意 更使甲非見之 知細其愛帝所為 義或不負其素日竊望之義 所以有這段原委 那才用了寶玉所提的聯俄 那麼那 請注意喔 那日雖未曾提完 後來亦曾補你 這個後來呢 就在這邊留下一個小小的尾巴 你們知道嗎 最後終於到了一個 好遠好遠的那個蛇尾的地方 終於告訴我們說 這個補你的情況呢 就在第76回才補數出來 我們才知道說原來蛇頭在這裡 然後蛇尾已經跑到幾十回之後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再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好 那麼所以我們現在知道 原來為什麼用寶玉的名字的原因在這裡 可是我要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很明顯 寶玉雖然提了名 但是呢 採用這個名字的決定權責是誰 當然是賈政 對不對 是賈政決定用 才能用的 所以假如說命名真的是一個 主權的宣誓的話 寶玉根本就不是大官員的主人 他上面還有父權 那那麼所以這個請你們特別要注意喔 第二個呢 來請看一下270頁 為什麼剛剛我們要花那個時間 來念那一段告訴你們說 賈政的考慮是什麼 我們不在那個階層啊 真的 所以你不了解他為什麼還要費力 去做那樣一個說明喔 其實那些說明是給他們同等級的人看的 不同等級的人 我們不覺得這有什麼大不了 我就用我的孩子提的名字不也很好嗎 像現在不是很多家庭就把自己的孩子 還沒讀幼稚園的那個塗鴉 不是貼了滿牆嗎 你看我兒子多可愛對不對 這個不是這種階級人家會做的 他們根本覺得沒有教養 真的就是沒有教養 所以我們必須回到270頁 你才會明白說 為什麼作者要費力費時間 把賈政做這樣的選擇的原委 還要費一個力氣說個明白 原因就在於他們知道 同一階層人看了呢 如果你沒有給他一個合理的理由 他直接的斷定就是你們假家沒有教養 知道嗎 跟我們現在觀念完全不一樣的 好 所以回來看270頁 就在這一個我們用倒數來看 在倒數第2、2、4、6 倒數第6行 那麼這裡是先透過元春回來醒清的眼光 然後看到各處所提的那個聯額 比如說這個四字呢 加加上什麼有縫來儀等等地方 接系善回呢 賈政偶然一世保育之刻意才勤爾 好啦 你看喔 下面是重點喔 他說何今日認真用詞扁連呢 他覺得你為什麼用一個小孩子的手筆呢 他說曠 賈政是世代詩書 他們是以此為榮 然後呢來往諸客 那麼平氏就是平氏作陪者 西階才濟之流 也就是說我們這等人家來往的 通通都是上流階級 包括那麼都是呢 欸這個學父武基於之士 才有資格到我們家來互相呢往來的 那結果呢他說難道我這麼多的才濟之流 沒有一個名手來提轉 竟用小兒一夕之詞苟且堂塞嗎 他說如果是的話 那就是爆發新榮之族喔 了解了齁 所以我們現代人這種好疼愛小孩的那種做法 賈家府會說通通是爆發戶 第一次發現小孩的存在跟可愛 然後呢就努力去膨脹跟彰顯孩子的天真同志 這個在賈家這種重視教育 跟世代傳承的家族來講 他們真的覺得你把小孩子寵壞了 小孩子不應該受到這樣一個過分的 一個包揚跟一種 把他的價值做過分的擴張 這是他們這種家族的看法 我有一半同意 我有一半同意 那所以對他們來講 我們雖然疼愛孩子 可是我們同時是要嚴格教育他的喔 所以你看他說你用一個小孩子的東西 然後變成你們家這麼正式的門面 是黃飛回來醒星的時候呢 各處的一個體現 他覺得這就是所謂的爆發新榮之家 所以搞不清楚分寸 所以他說那這就是你們爛死銀錢啦 好啦 總而言之一味的什麼抹油屠珠 好 等等等等 所以請看倒數第三行 這你如果以為這樣叫做大雅可觀的話 那你就錯了 起石頭記中通部鎖錶之凝容甲斧所為哉 你看他時時在告訴你說 我們就是那種世代詹音之族 我們充滿了深厚的教養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去做那些不登大雅 然後爆發新榮的那些事情 這個是他時時刻刻在小說中提點你們的 或提點我們讀者 可是我們的讀者常常就忽略掉這些訊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在這邊要提醒你們的地方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誤認 我們曹雪芹是在做什麼革命劣勢 要來反對傳統 不是的 他一直在告訴你 我們是大雅家族 我們身後的百年的家業 其實所累積的不只是富貴 而且還有是這一種教養 所才能夠孕序出來的一種 一種優雅 一種精緻跟一種品味跟一種內斂 這個絕對不是一般 不是這種家族出生所能體會 好啦 所以這個是我一定要提醒你們的地方 所以剛剛特別又在說明賈政 為什麼採用賈寶慾命名的原因 其實是跟這裡一脈相承 通通在說明一個道理就是 我們家要我賈政做主 我賈政為什麼做的這種 會被讓人家以為是爆發戶的行為的事情 不是沒有原因 而這個原因非常合理 因為元春是回娘家省親 當然我要用我家的風味 懂意思嗎 然後再加上說元妃很切望 可以知道這個右弟能夠有所長進 那麼現在這些手筆呢 就是讓這個元妃看了呢 能夠讓他心裡面覺得安慰的 所以賈政是面面俱到的考量 這樣懂意思嗎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請各位再來注意一下 那當他說後來也曾補你的 這段情節就是出現在第76回 那麼從第76回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事實上補你的就是其他的各位姐妹們 好 那請看1193頁 1193頁 這個是我們史湘雲跟黛玉在中秋葉 然後他們就脫隊就到處去觀賞秋葉的景致 然後兩個人就進行了聯手的 一種聯聚的這種創作活動 然後就在這個但是當然是在要創作活動前 他們因為就逛到了所謂的那個 凹筋吸管跟凸臂山莊 然後就對這個命名就有了發揮 那在這個對談過程中我們才知道 原來這兩個名字其實都是林黛玉擬的 叫凸臂跟凹筋 那你們翻到1193頁之後呢 來請各位看一下 在倒數第八行就有提到 這個是史湘雲說的 他說這山之高處就叫凸臂 那麼青綠色的山 那麼加個圖字就非常形象化 而且這個臂字變成名字來使用 這當然都有點畫俗維亞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畫俗維亞 從宋代的詩品以來 一直到那個《紅龍夢》的創作 都是他們力求能夠在文字上面 有所超越有所翻新的一種追求的目標 就是你不只是可以用一般性的那一種 審美趣味來煉字造句 你如果可以把一些俗字 一聽就覺得很討厭的俗字 你竟然可以用得非常的高雅 讓人家耳目一心 哇他們覺得說 這也是這個人才華很高的一種表現 所以這個是整個《紅龍夢》裡面 畫俗維亞的情況非常多 我再舉一個例子好了好不好 那個是已經變成名句 可是他之所以會名句 就是因為他用畫俗維亞的手法 然後創造出詩演 所以詩演基本上有一種來源 也就是畫俗維亞的一種策略 那個詩就是大家一般來講 比較快智人口的 就是林大玉的那個叫《白海堂詩》 林大玉寫的《白海堂詩》 裡面有兩句受到大家的喝采 那兩句是說 偷來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旅魂 你們到底聽得懂不懂啦 偷來就是說覺得這個《白海堂花》 晶瑩剔透之潔白 這個白要跟誰比 他說是偷來梨蕊 梨花是不是就是白色的嘛 所以偷來梨蕊三分白 然後呢 那麼這個《白海堂》展現出他的高雅 那一種非常不俗的那種情緣 他說這種情緣是來自哪裡呢 所以借得梅花一旅魂 所以梅花的靈魂現在灌注到《白海堂》身上 了解嗎 這當然非常的新鮮 因為它是不是打通了 花朵跟花朵之間的界線 彼此可以精神交流有沒有 可以互相映襯 這當然是非常感人的 而且真的是非常美的一首詩 不過呢 這兩句詩的靈感 事實上是來自宋代啦 什麼梅虛遜雪三分白 雪卻梳梅一段香 這個呢不單那個數字的用法 跟某些概念都是從古典脫畫出來的 那麼所以呢 這個是你可以知道說 《紅樓夢》所繼承的 是非常龐大深厚的文學與文化的大傳統 那麼現在我要跟你們提醒的 回到就是我們這個課題 提醒大家就是 那我們剛剛提到啦 那這個林黛玉的《白海堂師》的 《偷來禮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旅魂》 有沒有注意到 畫俗維亞的具體用字在哪些 在哪幾個字上 是不是偷跟借 想想看尤其是偷這個字 如果單獨使用 我們第一個語言的感受跟直覺的反應 是一定就是反感對不對 偷不會是一件好事嘛 對不對 但是你看他把他用在這樣一個 打通植物界之間的隔閡 然後讓他們的精神彼此煥發交流映照 然後整體的看到的是一個 非常美好的一種精神的激盪 那我覺得這就是他把這個字 畫俗維亞 所以基本上他也就算是詩言 他是一個這個詩的那個 真的是流動的意境的生命的來源 那麼也就是說這個意境的來源 就是來自於這些字的用法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所以畫俗維亞在《紅樓夢》裡面 是處處可見 那當然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專題來談 那我只是提醒你們 所以林黛玉這裡就是用這樣的手法 那同樣的凹筋吸管也是一樣 他把那些建築物所在的地勢的特徵 加以形象化 那重點我們繼續往下看 他說這山之高處就叫圖壁 那麼山之低洼進水處就叫做凹筋 請你們注意 這圖跟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 如今只用作宣管之名 更覺新鮮不落苛舊 新鮮跟新奇不落苛舊就是不落手套 這個是整部《紅樓夢》裡面 透過詩詞創作 透過戲曲的表演方式 甚至透過記文的直接的那個表達方式 以及各式各樣 這個我統計過 《紅樓夢》裡面到處都看得到 他所要追求的最高審美原則 就是要新鮮不落苛舊 也就是不落手套 所以呢 新 新這個字大概就是他最常用的一個審美用字 這個給你們做參考 好 總而言之 那下面他當然就講說 對於這個命名他就有很高的讚美 來 各位請看倒數第五行 那我們史湘雲就說囉 這兩個字呢俗念作蛙拱二陰 這個就說俗了 請注意喔 這個字啊 真的一般是唸蛙 所以大陸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小說家 應該不要唸作甲瓶凹 應該要唸甲瓶蛙才對 好 那麼這個是他們都是這樣子的發音 所以這個確實就是唸蛙 所以《紅樓夢》裡面就是這樣用的 那麼他說俗念作蛙拱二陰 那這就是俗啦 請注意喔 所以我們剛剛說這不是畫俗維亞了嗎 他原來是很俗的用字 所以只是陸芳翁用了一個凹字 對不起我還是唸凹啦 大家知道就好 然後他說古燕為凹 巨莫多 還有人替他俗 豈不可笑 所以你從他的話來講雖然是故作翻案 可是既然要翻案就表示說 他所要翻的那個主流 這個圖跟凹 圖跟蛙是不是都是俗字 這樣懂了嗎 而且用的呢都很容易流於這個庸俗 所以他因此藉這個來反襯 當然我們後來知道是林黛玉的命名的 圖壁跟凹金的新鮮不若可救 也就是畫俗維亞 好 這個給各位做參考 那林黛玉立刻就接了畫啦 他說也不只是放翁才用啊等等等等 好啦 我們就不說不說了啦 走而言之 只是驚人都不知道 那麼把他悟作俗字來用了 那既然在大家都悟作俗字的情況底下 你能夠讓他脫穎而煥發出新意 那這個人是別具眼光對不對 這個別具眼光的人就是林黛玉 所以他說石漢你說吧 這兩個字還是我你的呢 好 下面就請注意了齁 因那年是寶玉 因他擬了幾處 也有存的 也有山改的 也有尚未擬的 好 請你們注意 存的是有誰決定 假證 那麼也有山改的 你們知道山改人是誰嗎 我們現在還沒上到 但是對紅那麼熟的同學 應該就可以回答得出來 山改人是誰 是原非 好 那也有尚未擬的 因為大觀園中的景點太多 大大小小 只能擇其要 那麼次要的或者是更不重要的 那麼就沒有你 那這個時候大觀園因為 除了那一天的比較重大儀式之後 那當然就有比較多的時間 那麼讓其他人就可以來參與這個命名活動 所以下面就說了 這是後來我們大家把這沒有名色的 也都擬出來 沒有名色的就是根本不重要的小地方 那是他們大家 好 包括林黛玉 包括探春 迎春等等這些人 那麼住了初處 請你們注意為什麼要住初處 因為具有決定權的人 他不一定比這些人有學問 他要看你典故來源恰不恰當 然後你這個 這個有了這個典故之後 所創造出來的這個名字是不是適合 所以你要住初處 然後還要寫了這個房屋的座落 因為才看你典的竊不竊合 所以請你們再看往下 這邊很重要 他說都大家都寫典出來囉 請看最後還有一個步驟 一併帶進去與大姐姐喬了 大姐姐是誰 當然就是原非嘛 要給他看 然後呢 他又帶出來命給舅舅喬過 林黛玉的舅舅是誰 賈政 所以呢 誰知舅舅倒喜歡起來 又說早知這樣 那日該就叫他姐妹一病你了 豈不有趣 那日就是哪日啊 寶玉提名的那一日嘛 他早知道大家寫這麼好 那天就大家一起來 好 然後所以說 凡我你的一字不改都用了 精彩吧 精彩你們看到什麼沒有 你們對賈政實在誤會太深啊 明明賈政是不是最欣賞林黛玉的手筆 一字不改都用了 而林黛玉的姓林是不是 《紅樓夢》中最凸顯 我們讀者也最能夠領略的對不對 只要他出現 寶玉說一定是他要第一名 有沒有 你就可想而知 連賈政都很欣賞林黛玉的才華 很一種清新脫俗的那一種姓林的風采 你就可想而知 賈政怎麼會是一個迂腐的人呢 這樣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而且各位不要忘記喔 當寶玉呢 接到了一個很怪誕的 那個妙玉的敗帖 他要去問誰 是不是就去問林黛玉 因為他說不要去問寶釵 他一定會批評怪誕 對不對 那正統人對這種不正統的一種表現 是不是就是你這個人就是偏才 就是怪誕來負面的評價 照理來講如果賈政真的是這一種 所謂正統的迂腐君子 他大概就會覺得林黛玉這個也太刁鑽了嘛 太 雖然很有趣味 可是就太過偏意是這樣 可是沒有耶 他非常欣賞耶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賈政也是姓林派的一員喔 那麼我們當然這個有證據 而他作為姓林派的一員 當然也不是那一言以蔽之 這個都我們等到有人物論的時候再說 所以這個只是先讓你們看到其中的一個證據 我們賈政是非常欣賞林黛玉式的那種姓林才華的 這是其中之一 第二個我要請各位提醒的是說呢 有沒有注意到啊 很明顯 為什麼元春又叫人把這些題名帶出來給賈政看 為什麼 為什麼 當然很重要的就是元妃是皇妃 所以他是代表至高無上的皇權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由他來做終極的決定 可是元春回到家裡是不是又是變成人家的女兒 所以他接下來 所以他把他的皇權就是先暫時的讓出位子 所以你們給我已經尊重到這個皇權 可是我希望我作為一個女兒 我也能夠尊重到父親 所以就由父權去決定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才又帶出來給賈政看 等於就是說我尊重你 那麼由這個賈政來決定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賈政也就一字不改的 把林黛玉都採用了 有沒有注意到 那當然這個言外之意 我們也可以合理的推測 那麼不是林黛玉你的那些名字呢 應該賈政就多少也有一些修改了對不對 對 要不然林黛玉何必特別說 凡我你的一字不改都用了嘛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終於可以看到 具有賈改權的人又得再加上一個成員 剛剛我不是講到有賈改的是不是就是元春嘛 那元春是那天回來醒醒的時候 直接做了修改 刪改嘛 但是很明顯後來當仲姐妹也都擬了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的賈政就做第二個階段的修改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所以各位你們就可想而知 假如把這些通通都考慮進來的話 你們還會認為賈寶玉跟林黛玉這些姐妹們 是大官員真正的主人嗎 不是喔 剛剛一開始我們就說命名權 看他是一種宣誓主權的一個象徵 那麼就此而言 當然這個大官員真正的主人 第一優位的主人就是元飛 第二優位的當然就是賈政 因為大官員是附屬在賈府裡面的一個派生物 他是依附在賈家那麼既依賴 而且甚至也多少受到他的管轄的一個 刺一個刺激的一個存在 所以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好 所以我們現在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在這個我們的螢幕有特別提到 為什麼林黛玉、賈寶玉 他們是做一個實質的初步的命名者 那是因為他們是大官員中的活動跟居住者 真正活動在大官員裡住在裡面的人 確實是他們 所以最後還是由他們的你的名字呢 成為這大官員各個處所的標誌 因為這些命名都有他們個人的痕跡 不要忘記 名字就會讓一個對象有了靈魂 而大官員的存在呢 當然是跟這些姐妹們 包括賈寶玉是互相回應的 基本上就是他們的自我的延伸 所以還是最後採用他們的命名 但是他們並不是真正的所有人 這個是請各位要注意的 那麼在我們的講義也有提到命名的決定權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兩位 元春呢代表的是軍權 那麼賈政呢代表的是賦權 這個說實在的是整個社會來以建立 事實上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倫理架構 這個是在那個時代是不可能摧毀 我想連我們今天也不可能完全摧毀 而且也沒有必要摧毀 我先說一句話 假如摧毀這樣的一個倫理架構 任何倫理架構 就當時的那個時代來講 一定會導致他自我的毀滅 這是一個非常吊詭的事情 所以大觀元毀滅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再也沒有辦法維繫 他內部的那個倫理秩序 好 那我在說什麼 聽不懂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有一個單元 小單元就會特別提到 好 然後呢 請各位再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說來話長 我有點擔心我們的進度 不過反正我已經死心了 好 來 來 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第18回 元春回來之後呢 他怎麼商改 這個商改呢 某個意義來講 他也執行了一個原外的權威 大觀元之外的那個權威 對大觀元內部的某些 主觀意志的一種干擾 甚至是一種前置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可是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他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態 來 請各位看一下273頁開始 這是第18回了 那元春呢 請看到最後那三行 元春乃命傳彼宴伺候 他輕諾銷管 那麼擇其幾處罪習者來似明 那麼所以下面他親自去提名的 都是他最喜歡 當然也是大觀元中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請你們要特別注意喔 請翻過來 這邊呢他選了幾個重要的處所 來 各位統計一下好不好 274頁 請注意 他選了哪幾個地方 他最喜歡當然就是最重要 地位最高 因為我們現在比較常用的 不要是選他原始的名稱 是不是就是蕭香館 然後蕭香館 橫屋院跟稻香村 這四個是最重要 而且有沒有發現排第一個的是哪一所啊 是蕭香館 所以呢蕭香館的主人 怎麼可能是一個可憐的孤女受人欺凌呢 這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第一點 那麼我們因為已經聽到下課的鐘聲 我先提醒你們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請注意整座園子的名稱 也不是賈寶玉他自己取的 也是原非所四名的叫做大觀元 原初我們的寶玉取的名字應該是叫什麼 好像就省清別墅嘛 對不對 好像是這樣 我再確認一下 那是省清別墅 然後有沒有另外的名字 我們大家再考察一下 所以你看大觀元這個名字 連這個重要的名字 有大觀這麼一個重要 表示說宇宙之豐富的 全部都被包攏在一個原子裡當中 因此它是最完美的圓滿的所在的 這樣的概念也是圓春給的 那這代表什麼含義 你們可以仔細再去做一些思考 所以事情不能夠完全 只從這個賈寶玉的眼光來看 因為他真的是 整部書的主角之一是沒有錯 但是他只是這麼多的成員當中 大家在交互的關係裡面 他是其中的一員而已 這個是要提醒大家 然後下面就請你們 如果願意下課的時候注意一下 這個命名調節的過程 其實也就是一個全力展現的動態過程 那麼這中間的注意 新舊勢力的對抗 跟彼此之間價值觀的一種 這個協行跟調節 都在這個命名的過程中體現出來 這個才是他很重要的一個象徵意義所在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個問題囉 274頁 請你們注意 這實在太有趣的一個小地方 我們一定要跟大家做多一點的時間的說明 來 請看一下事實上 林黛玉所住的那個巫舍 在寶玉的命名之下是叫什麼名字 大家還記得嗎 跟竹子有關有沒有 從竹子然後去找那個莊子的那個典故 所以是叫有奉來儀有沒有 但是你看 他變成今天我們所熟悉的硝香館 這個是經過原村的山改 這就太有趣了 所以你們不覺得嗎 硝香館其實還是比有奉來儀來的好嘛 沒錯嘛 所以這個好壞或者是這個得失之間 有的時候真的不是用我們 絕對不能只用書中的主角來做判斷 這是第一個 那麼下面呢 我們先跳過紅香綠玉 因為這個我有話要說 那下面呢 恆指清芬 這個也是寶玉原始的命名 但這個原始的命名呢 就在原非的山改之下 那麼就改頭換面變成了恆無悅 有沒有注意到 我還是我都覺得原村改得比較好耶 因為寶玉真的有點稚氣 有點傻氣 好 然後呢 下面來信連在望 就被原村改成什麼 丸葛山莊 當然這個丸葛山莊後來因為呢 原村看到了林黛玉所寫的那個印製詩 就是宋聖的詩 他覺得那個寫得更好 所以根據林黛玉所寫的那首詩啊 就把這個丸葛山莊 那麼非常的從善如流 那麼就把它改成了道香村 好 所以我們會發現 這四個重要廚所中有兩個 他們都經過兩次的這個山改 那其中的這個信連在望 當然是特別來呈現那個林黛玉的詩才 所以來請看一下279頁好不好 這一個是有關這個道香村命名 曲折中的最後一部 那麼在279頁 那賈妃呢看完了眾姐妹所寫的 這些相關的提詩 然後呢他喜之不敬說果然有敬意 那麼又指信連一首為前山守之冠 事實上信連在望這首是誰寫的 其實是林黛玉寫的 當然他是桌刀啦 好 那麼就把這個丸葛山莊 就改為道香村 那這當然就是說特別提醒大家 原來呢在即便是在這種 不大容易凸顯個性 也不大容易去做自由發揮的 這一種硬製的場合 硬製是中國傳統 因為帝王或者是權貴的權利 那麼有些文人呢 他們作為所謂的倉優童婿 以文才粉飾太平迎合君王的喜好 在這種情況底下呢 他們所從事的詩歌或者是 比如說賦 詞賦的創作 我們就會叫做硬製詩 硬製作 硬製文 硬製之作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所以你可以發現呢 即便在這種很不容易凸顯個性 也不容易把個人的獨特的這個喜怒哀樂 或者是你比較特殊的一些才華 給呈現出來的這一種場合 林黛玉都還能夠脫穎而出 你就可想而知 林黛玉的詩彩真的很高 那這個是在道香村的命名過程當中 他所蘊含要提醒我們的地方 可是呢 我們現在就要回到這個儀弘院 請回到274頁 這邊有很重要的幾個跡象 請大家注意一下 就這個命名來說 裡面呢 蘊含的意義在哪裡 首先呢 請各位看一下 我用我打橫來寫 因為我們的黑板長度不夠 不是 是我寫的字太大 好 不能怪別人對不對 紅香綠玉 請你們注意 他為什麼 寶玉 為什麼把這個將來的儀弘院 取名為紅香綠玉 他其實是在對應 他的這個整個院落的哪一個安排 你不能隨便命名的 你要根據這個地方的某些特色 那他是根據什麼特色什麼安排 然後取名叫紅香綠玉 好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花一點時間吧 來 這個又要往前追溯到這個17回 264頁 請你們注意這段話非常的重要 我真的很怕齊路亡羊 可是沒辦法 羊終究還是會找回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齊路吧 好 來 264頁 好 那麼現在這一頁的眾人所在地 就是儀弘院 將來的儀弘院 好啦 那大家各個親客呢 當然也都提出他們的建議 就從古代的很多的典故 那當然就取了很多的成語出來 給這個賈政做參考 好啦 第三行 來 寶玉也說 妙極 嗯 不錯 你們都擬得很好 但是他又感嘆只是可惜了 這句話就有文章 他有給了一個伏筆 那眾人就說 如何可惜 寶玉說 此處交堂兩職 請注意 好 原來這個紅香綠玉呢 他所對應的呢 一個是芭蕉 一個呢 是海棠 所以呢 他就取名叫紅香綠味的 就是加以兼顧 好 那這個芭蕉跟海棠有什麼含義呢 請各位再往前看 好不好 263頁 他們當然一行人是先到院子裡 然後呢 再到迷宮寺的這個屋子的內部 我特別強調迷宮寺 我們等一下也有話要說 好 總而言之 所以先在院子裡面盤循一會兒 然後呢 注意到裡面的一些點秤 那麼所以請看一下 就在倒數第六行 那麼院中點秤幾塊三十 那麼一邊種著樹本芭蕉 好 樹本 你們知道本是什麼意思吧 就是一株一顆一枝這樣的意思 那這個本字本來就是中國使用的一種單位詞 後來流傳到哪裡去了知道嗎 日文裡面 現在這種用法是保留在日文裡面 他們的一支鉛筆就叫一本鉛筆 如果用漢字寫 那這個其實就是中原文化本來傳統在使用 所以樹本芭蕉是樹顆樹枝 說樹株這樣的意思 好 就有幾顆芭蕉 那麼另外一邊呢是一顆西湖海棠 我要跟你們來分享什麼叫西湖海棠嗎 怎麼辦 因為這樣我們會一路齊路下去 我們已經分岔到第三個齊路點的十字路口 害我非常徬徨 那麼我先讓你們看一下 這個西湖海棠絕非凡品 算了 我好 我們先看他的描寫 總而言之來 歧視若散 什麼意思啊 什麼叫歧視若散 還沒找到 你們不用看 趕快看我們的課本 什麼叫歧視若散 他的樹冠層 樹葉是怎麼樣 很茂密 所以這一顆絕對不是一顆小幼苗 好嗎 然後你看喔 那麼這個絲垂翠綠 趴土丹沙 所以是什麼顏色 紅色 所以才叫紅香 這樣懂嗎 那芭蕉只有綠葉嘛 所以叫做綠玉 那等一下我再跟你們做一個說明 好啦 眾人呢就很稱讚啦 好話好話 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 哪裡有這樣廟的 那賈正說這個叫做女兒棠 是誰說的 現在是誰說的 是賈正喔 賈正竟然知道女兒棠 這不是比較像是賈寶玉知道才比較適合嘛 對不對 結果賈正知道 所以我真的跟你們講 賈正這一個人 我們給他真的太多的偏見 太過把他負面的扁平化 這個是不公道的 好 所以你看賈正對這些荒誕不驚的 所謂的偏財不也撩弱執掌嗎 好 所以他說這叫女兒棠 乃是外國之種 俗傳哪 細出女兒國中 云彼此種最盛 這亦荒唐不驚之說罷了 奇怪 荒唐不驚的話他也蠻 這個耳熟能詳 而且信手拈來 偷偷是道 果然是另外一個賈寶玉 是真的 是真的 我不是在開玩笑 我現在有一個研究的課題 是在證明這一點 那簡單說這父子他們必須 踏上同一條道路 賈正是已經走上那條道路之後 又即將要回歸的部分 但是寶玉正要踏上那條道路 所以這個是世代傳承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驚人的 那一種星火相傳 那這個以後再說吧 總而言之 好啦 那眾人就說他荒誕不驚什麼什麼之類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西服海棠 為什麼把他放在怡紅院裡 當然就是因為要跟芭蕉互相對應 但是我先提醒你們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這邊有一個小補充 所以到時候講到植物的這個單元 我們就不再多說 主要我是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西服海棠 事實上在現實世界是有它的藍本的 是真的有這樣的海棠 而且它就在王府中 就是可能在二、三十年前 你還可以親眼看到那一顆海棠的 那是目前還種在那個北京 結餘無多的那個王府裡面 那據說可能有幾百年 那是非常珍貴的一種品種 而且就是那一顆 所以它已經存在王府裡面數百年 那就此來說呢 我覺得這邊的這個西服海棠 不完全是所謂荒誕不經的杜傳 那個是真正在王府的 那個階層的這個府宅裡面 已經確實存在的 那麼所以這要給各位 下次再補充吧 我們講到植物的時候再說 好 那所以我們請各位 就回到現在的這個課題 你看果然一層一層 我們要回到第二個歧路上 那不對 現在是回到我們正確的道路上 那麼這個焦糖兩職 來 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是264頁 好 這段話很重要 那麼眾人就說如何可惜嘛 對不對 寶玉就說此處焦糖兩職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焦糖兩職這四個字 請你們特別注意 好 我們等一下有話要說 然後呢 他的意思啊就是暗序 暗中呢保留了紅綠兩個字在內 所以他覺得這根本上是一個 各有千秋分庭抗禮 而且缺一不可的安排 所以如果只說芭蕉 那麼海棠就沒有著落 如果只說海棠 那麼芭蕉也沒有著落 有糖 好 有焦無糖不可 有糖無焦更不可 那麼所以賈政說依你呢如何來命名 寶玉說依我啊 就要提紅香綠玉四個字 方兩全其妙 好 那大家賈政就搖頭說不好不好 不過後來他還是才用 那麼各位請注意 這邊有兩個詞 事實上是同意互聞 一個就是焦糖兩職 一個就是兩全其妙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他們要共同存在 才能建構出真正的完美 各位有沒有回想到 我們的太虛幻境裡面 體現過真正的完美 不就姦美嗎 有沒有 又有風流鳥挪 又有什麼鮮艷舞昧 那麼是不是拆帶合一 注意到了 所以呢 請你們注意這裡的焦糖兩職 我應該寫到網上面啦 不過沒辦法來請看一下 焦糖兩職其實就是兩全其妙 然後呢 其實也就是姦美 知道嗎 好 兩全其妙就是姦美 那姦美又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拆帶合一 好不好 這一點呢很有意思喔 我覺得大多數人啊 在各有所愛的情況底下 很容易就對你不愛的那一方 有過多的貶義 那也有呢過分的距離 而因此不能夠欣賞他的美 但是我想曹月行 作為一個超越的作家 超越的意思是說 他並不偏頗他書中的任何一個角色 這才是真正複調型小說 才能夠體會到的一種深厚跟複雜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呢 事實上我們在小說說 很多的地方不斷看到的是 我們作者事實上他要彰顯的 其實就是這個姦美的價值 要兩全其妙 而其實就是拆帶要合一 請你們注意 有堂無礁是不可 可是有礁無堂也是不可 了解嗎 所以你不要獨尊待遇 只有待遇沒有寶釵 這事實上還是充滿了缺損 那麼所以這次我真的認為 一個心胸寬廣健全均衡的一個讀者 他才能夠體會到作者的 這樣的一個苦心 他真的不希望你畫地自現 他真的覺得你不應該用你的偏見 來作為真理 這個都是我們平凡人很常見的 可是我們不應該落入到 平凡人的苛咎裡面 所以他才提紅香綠玉要兩全其妙 好啦 那我們知道這一點之後呢 我們請各位來看一下 所以很明顯 這個紅香對應的拆帶合一中的哪一位 當然是寶釵嘛 不要忘記他不是鮮豔什麼 好 妩媚對不對 你們對姦美的描述還記得嗎 這個要背起來啊 他不是說寶玉看到姦美 其鮮豔 妩媚 有似乎寶釵 風流鳥挪 又似乎黛玉 還記得嗎 好 那所以那這個綠玉呢更明顯了 他根本對應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黛玉 太明顯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共用哪一個字 玉 而不只如此 綠玉這個詞呢 本身就等於黛玉 因為黛是什麼顏色你們知道嗎 是青黑色 青綠色 很深的那個青綠色 紅龍夢裡面有沒有這個文本呢 不但有 而且多給我們了更多的內在的訊息 告訴我們他們的一致性 他們的等同性 好 在哪裡呢 就是第三回 我們林黛玉第一次進榮國府的時候 然後跟寶玉之間的對話 就直接呢從名字上面來發揮 來請各位翻到53頁好不好 這個53頁呢 請看最後這一段 那當然寶釵跟黛玉之間的對話 我們就直取現在相關的部分 那他問黛玉說有沒有字啊 那黛玉說我無字 寶玉笑說那我就送妹妹一個妙字 莫若平平二字極妙 這個平平當然是指那個 我們林黛玉是不是時時刻刻 愁容滿面有沒有 所以總是皺著眉舒展不開 的那一種憂愁的形象 好 那當然他提出這個平平的時候 我們對他們這種人家來講 當然會希望知道說 這個是有什麼來歷 有什麼典故 所以探孫就問何出 就是你典故是從哪裡來的 寶玉就說古今人物通考上說 西方有時明代可代化梅之末 況且這林妹妹眉間若促 那麼用取這兩個字起不兩妙 那探孫說直恐又是你的杜轉 事實上真的是他的杜轉 好 那寶玉就笑說 除了四書之外杜轉了也太多 偏只是我杜轉不成對不對 那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寶玉在這裡 又在彰顯哪一部儒家的經典 又是四書 四書他不認為是杜轉 他根本認為真的就是聖人的精神所在 所以他必須要百分之百的尊奉 所以仔細的去閱讀 你真的不能夠說 紅樓墨或賈寶玉是反儒家 不是 這個中間有很多的層次一定要分清楚 好 然後我們現在回到第一行 寶玉所杜轉的古今人物通考 裡面的這段話才是真正的重點 你們甚至有沒有注意到 西方有時明代可代化梅之末 他告訴我們哪一個訊息呢 代這個字為什麼他可以用來 代作為化梅 就等於是古代的梅筆啦 原因就是因為第一個 他是很深的青黑色 了解嗎 他不是純黑色 那麼純黑色好不好呢 即使以今天的那個化妝術來講 他們都覺得不一定好 因為會太重 他們會希望說比較接近 比如說用咖啡色啦 什麼類似這樣子 那也蠻怪的 好近看也蠻怪的 可是沒關係 你就知道說原來古人 他們真的也有這個化梅的需要 看到事實上 事實上坐在大觀語裡面的金釵啊 就我所知 只有一個人是不用畫眉毛的 因為他本身就是濃眉大眼 五官滿鮮明的 那個人是寶釵 眉不點而脆 唇不點而紅眉不化而脆嘛 他就是用脆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脆其實就是黑 就是青黑色這樣 所以寶釵這個人就是真的是不用化妝 本身其實就有那種鮮豔妩媚的那種美感 好啦 然後這裡請注意 這裡告訴我們這個帶原始的材料是什麼 顏色是青黑沒有問題 所以他跟綠玉的綠字相通 可是他連質地也都跟這個寶玉 產生了很緊密的關聯是一致的 是石頭 有沒有 西方有石明帶啊 那寶玉的前身不就是一顆丸石嗎 那玉本身是不是也是石頭的材質 只是因為他是美石 所以美石才叫做玉 玉的本質就是石頭 你們要注意這一點 那我們女娲戀什麼來補貼也是石 所以你會發現在石的這一個性質上 而石一定是天然的產物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 他事實上跟寶玉又有一個一致性 我們以後有機會專門在為賈寶玉 這三個字的命名 我們有一些新的說法來給大家參考 但是回到這裡來 綠玉等同於黛玉這個毫無問題 這個簡直是毫無問題 好 所以各位我們就知道了 原來對寶玉來講 包括寶玉所住的 他自我的延伸的怡紅院 他認為呢 一個女性或者是一個人的完美 就必須要交堂兩職來體現 所以他覺得不能偏廢任何一方 所以他要採取了紅香綠玉對吧 好 那麼這樣的一個心願 在現實世界可不可能呢 我們之前講過 事實上這要實現只有在先進裡面才有可能 因為他可以矛盾統一對不對 矛盾統一這種東西在現實世界 除了你的心靈還能夠創造出這種吊詭之外 其他是沒有可能 你坐了椅子就大概不能坐桌子 類似這樣的道理 好 所以我們請各位再回到第18回 我們看原春怎麼樣進行他的山改 而這中間所伸張的一個黃泉 以及這個黃泉背後的考慮是什麼 這個我們就要跟大家再做一點說明 來 274頁 他先改成什麼呢 來 請你們看一下紅香綠玉 他本來要兩泉其妙 好 這個我們剛剛寫在側邊 好 那但是呢 我們的原春以黃泉介入之後 使得這個兩泉其美的那一種均衡 就發生了傾斜 而他把這個重心放在哪一邊 好 請看喔 他把紅香綠玉改做什麼 一紅快綠 然後再改什麼呢 一紅月 所以這經過兩個步驟 那請你們先看他第一階段的山改 他把紅香綠玉改成一紅快綠 他事實上把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字給引沒了 把他先取消 把他先拿掉 玉那個字就不見了 有沒有注意到 首先是拿掉那個玉字 可是呢 不但拿掉一個玉字 只剩下快綠 就是綠的這個色彩的一個屬性 結果呢 吉寧曰 依紅月 是不是連綠這個屬性也都完全消失不見 而變成了紅香獨大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個過程告訴我們什麼呢 我覺得當然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啦 因為在元春省清回皇宮之後 我們作者的敘事時間比較緊湊 很快的是不是來到了端午節 端午節皇妃有四禮 全家上上下下有名望的人 通通都有一份禮物 可是那個禮物呢 會依照階級而有不同的品項的差異 那各位還記得嗎 很明顯 除了老太太最高等級 再來就是太太跟老爺一個等級 再下來是不是其實就是那個寶玉 有沒有 寶玉跟誰是同一個等級 是寶釵 然後呢 黛玉反而降一級 跟姐妹同等 有沒有注意到 那所以寶玉回到怡紅院發現 禮物是這樣子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他說是不是拿錯了 對不對 怎麼我跟你妹妹不一樣 反而是跟寶姐姐一樣呢 大家都認定他應該跟林黛玉是一樣的 連他自己都這樣想 然後所以呢 席人就說 這怎麼可能弄錯呢 因為每一份禮物都是寫好的籤子 就是你名條都在上面 一份一份清清楚楚 那是不可能弄錯的 那寶玉就說 既然如此 既然沒有弄錯 那林妹妹比我少幾項 所以他是不是很好心的 就叫人家送到消鄉館去 有沒有 讓林妹妹挑 你愛什麼就留什麼 那林黛玉當然就不爽了嘛 對不對 就覺得 他就覺得我幹嘛這個 這個去沾人家的光號等等 那這個過程當然我們的讀者 你確實都領略到了作者的訊息 確實是原非的心意很明顯 他屬意於誰 是寶釵 這個沒有問題 那所以假如我們在這個認識之下 回過頭來看他對於 宜弘院的這個命名過程的 那個調節的情況 我想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已經隱隱然在顯露出這個取捨 這個取捨就是他比較欣賞紅香型的 所以只讓寶玉所住的這個巫舍 以宜弘作為他整體的一個代表 好 那麼於是後來順理成章 在禮物上面就區隔出這個差異 可是我當然實在是忍不住要說啦 我真的還是忍不住要說 這不能夠用來推測原非比較喜歡寶釵 這是兩回事 我們一般人真的很容易 很隨便的就去建立一個因果關係 你會這樣是因為那樣 可是事實上那樣根本不存在 後面不知道怎麼產生 然後那個因果關係更是荒謬 這是我們一般人非常常見的現象 你如果不在任何事情上面 時時刻刻自我訓練 你就會陷入到那一種 錯誤的因果關係當中 而失去了你應該要非常看重的 判斷力跟認識力 因為你認識不清 所以你隨便建立兩者之間的關係 這當然是錯誤的嘛 你在耽誤自己 所以呢就這點來講 我要跟你們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雖然屬意寶釵 將來去做怡紅月的女主人 但是不代表我比較喜歡她 我比較欣賞她 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喔 可是我們一般人很容易混淆 我知道 但所以我要跟你們做一個澄清 只不過呢 我們現在不要再歧入亡羊 我們先把另外一隻羊找回來 那就是呢 請你們注意 刪掉欲這個字的人 我們補充一下 不只是原非而已 有沒有注意到這邊有原非對不對 好 原非酸尿玉這個是沒有問題對不對 下面還有一個例證 來 請各位看一下喔 就在後面 來 276頁 那當然啦大家就印製嘛 各自都要作詩喔 然後呢 請看276頁的最後那兩行 那寶玉還沒做完啊 只剛剛做的蕭香館跟紅紅院二手啊 正在做怡紅院啊 起草內呢就有一句話叫做綠玉春油捲 他還是堅持用綠玉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274頁比較前面嘛對不對 人家原村已經把綠玉這個綠玉給刪掉了 只叫他命名做余紅院了 結果他還在堅持用綠玉 你們不覺得這裡面就有點新舊勢力 或者是某一種主觀的對抗有沒有 你喜歡那樣 可是我堅持我原先的想法 有沒有注意到 好 很隱為啦 不能太落實來講 可是你就感覺到 這個命名權的爭奪 某個意義來講 多少都在伸張自己的意志 自己的偏好好 好 然後寶釵轉眼瞥見變稱眾人不理論 這個不理論是眾人沒發現啦 沒注意 他就急忙回聲呢就巧推他說 他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 才改了怡紅快綠 你這回子偏用綠玉二字 豈不是有意和他爭持囉 這個他是誰 原非嘛 所以你看很明顯 元春不喜歡綠玉兩個字 那所以呢我們在寶玉的這個頑抗之中 那寶釵就又介入了 告訴他說事實上這個黃玄 是不能夠抵無的 是你不可以去違逆的 所以他說你就再想一個典故嘛 再改一個字嘛 那寶玉見寶釵如此說就插著汗 你看這個真是不重用對不對 在那邊擠著鑰子都汗流加費 他說我這回子都想不起 什麼典故出處來 那寶釵就向他說 那你就把綠玉的玉字改成蠟字就好了嘛 那寶玉說那綠蠟殼有出處 你看他們喜歡問出處 所以我們一問就被問倒了 那他們都學父五居喔 那寶釵就說有嘛 他說虧你今夜不過如此 將來經電對策 你大約連趙賢孫女都忘了呢 我們寶釵很少這樣子去嘲笑人家 不過我覺得寶玉真的實在是太遜了喔 好 然後呢他就提醒他啦 管唐詩人前詩這個真的是他的名詩 是只要我們選唐詩三百首五百首 大概都會選上的這首詩喔 裡面就有一句永芭蕉詩裡面有一句 就叫做冷卒無菸綠蠟乾 他把那個剛冒出來的芭蕉的綠月 還捲著的就像是綠蠟一樣 他是會泛著蠟的光彩有沒有 但是他沒有冒煙喔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巧妙的比喻 他說呢這句話耳大俠耳熟能詳 難道你都忘了不成 哎 寶玉一聽就怎麼樣動開心意 醍醐灌頂真的你提醒了我 所以他就稱讚寶釵是他的一字詩有沒有 一個字的老師 可是這個字畫龍點睛而且解除危機 那這當然非常了不起喔 好啦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寶玉 當然也很樂於從命 所以就把綠蠟 綠玉就改成了綠蠟 那麼這整個過程當然當事人不一定都有自覺 請注意寶玉不可能去跟他的姊姊對抗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我們從整體結構 跟情節發展所做的詮釋 了解意思嗎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確實黃泉的介入呢 讓我們看到林黛玉恐怕 並不是最適合的假家 那麼來當家的一個女主人的人選 但是我們剛剛已經提醒了 就是說那寶釵到底跟黛玉比起來 真的就比較讓原非喜愛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我一定要今天特別來談 因為這個以後可能就要另外一個單元了啦 我們先談一下好了 因為真的我們一般人都不訓練自己 明明一個現象他有好多層次的可能 可是我們偏偏都胡倫吞藏有沒有 就一概而論 然後那個因果關係都建立的 你真的會覺得只要稍微思考精密一點 就會知道你這個是漏洞百出 而且就會聽不下去 可是大家滿樂此不疲 然後一路又推展下去 然後你真的真的真的覺得 這個叫做迷途其遠啦 所以我在這邊要跟你們提醒一下 我選擇你不一定代表我個人比較喜歡你 這是兩回事 尤其是原非這種人 他在皇宮待了幾年 二十年來變是非 好不好 請注意這幾個用字 他在皇宮中待了二十年 二十年中他每天的生活時時刻刻 是不是就是耳魚我炸 那沒有辦法的 因為那個環境就是這麼一個 不正常的一個特殊的世界 很極端的世界 你身在其中你就算不害人 你也要自保嘛 對不對 總要懂得察言觀色嘛 所以你看我們的曹雪芹給他的三個字 是他在生活中過什麼樣的日子 辯是非 辯是什麼意思 分辨 分辨就是要很精密的認識力 然後要好的判斷力 然後當然是是非非 就人跟人之間很複雜的恩怨糾葛嘛 那你要怎麼樣認識正確 你要怎麼樣做正確的一個判斷 這個都是他二十年中在過的日子 所以這個人絕對不會用感性直覺來做判斷 這個要先了解一下他的處境 所訓練出來的人格特質 好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底下請問 當他要考慮我們這個千人大家族 百年的世家大族的未來的時候 請注意 我不能只考慮一個人的好物對不對 我要考慮的是這個一千人的未來 只要是考慮未來 你就不能只停留在單一個體 或者是少數個體的一種偏好 或他的價值觀 所以如果從整體來講的話 你們來認為一下 好 我們先不管林黛玉後來是不是改變了 請你們來思考 假如你現在為一千人的未來 甚至這一千人可能還會站在下一代 對不對 好 可能兩千人三千人 請問你們真的覺得林黛玉的個性 適合來執掌這樣的大家族嗎 他不適合 從裡到外都不適合 有些不是他的錯 是非戰之罪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現在不在管原因知道嗎 我們在管的是這個事實的條件是 你能不能來擔任這個職務 也許我非常喜歡你 可是你的個性不適合 或者是你個性也很適合 但是你最近身體不好常常生病 這樣你們就懂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第一個 林黛玉體弱多病 他根本不可能超凡事物 而假家的事物是非常龐雜的 所以你看我們的王熙鳳是別累病了 然後王夫人也根本應付不來 然後我們還有幾件事情 以後我們講到相關單元的時候 再告訴你們說假家的那個繁忙 是真的很容易損害到你的健康的那一種 那林黛玉已經就是一副若不驚風的樣子 根本附和不了 所以我們王熙鳳就曾經講過一句話 在55回的時候就曾經講到過 他說我們家的事情 尤其他是不是一個人孤立在奮戰 所以當他發現他和村里家這麼有生有生的時候 他是不是其實很高興 他覺得可以收納成為被把 還記得嗎 那他就下面就算了一堆人嘛 其他人都不行 寶玉當然不重用 好 迎村更不重用 好 然後甲環 哈哈 好 這個 撩毛的小動貓子 給他一個熱罩去鑽 根本不行 然後呢 所以他最後算出兩個人還可以 可是各有各的問題 所以你沒有辦法請他來協助 一個呢 就是林黛玉 他說這兩個人是可以 他說在這裡 林妹妹跟那個寶釵是不錯 可惜啊 一個是美人燈 風吹吹就壞了 你們知道是講誰吧 林黛玉對不對 美人燈嘛 風吹吹就壞了 你給他這麼多事情 他根本就應付不了 可是另外一個人呢 打定了主意 不甘己事不張口 疑問搖頭三不知 所以很難去問他 了解嗎 那個是薛寶太的個性 可是這個個性是對的 真的不要越阻帶跑 尤其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你做一個外人 你本來就是要守這個分寸 你知道嗎 你不能說我好熱心喔 我兩肋插刀 問題是兩肋插刀 人家還是不領情 甚至事情弄得更糟 你又何必呢 所以那個是你作為一個外人 本來就該守的分寸 好 結果王熙鳳又說了另外一個理由 這兩個除了各自的條件之外 還有一個共同的原因說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問他們 就是把家務司問他們 還有一個什麼原因知道嗎 偏右都是親戚 親戚當然不能管咱們家的事嘛 這是人情勢理 你該知道的嘛 所以呢 於是他很高興的 我們家族裡面有一個根正苗順 就是我們家正根正苗出來的人 而如今如此之能幹 絕對可以給我們很好的一個 大家互相幫襯相輔相承的這種可能 那個人就是探春 了解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麼在這樣的狀況底下呢 你就知道啦 王熙鳳他也顧忌林黛玉的病體 所以家務司不好去問他 注意到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嘛 你只是問問家務司 你都覺得造成他的壓力跟負擔 何況他真正要來當家 那不得了了喔 所以就此來說 我要回到原來的課題就是 元春他並沒有不喜歡林黛玉 而比較喜歡薛寶柴 相反 我有一個證據 相反 元春應該是更喜歡林黛玉 這個呢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話 我們來看下面的證據好不好 在279頁就在原非回來醒清的這一段 那這些我們先講了之後以後就不談了啦 因為我們就節省時間 來請各位看一下279頁你們很快瞄一下 就注意到這是誰的情節 蛤 就是林冠的情節啊 林冠第一次露臉啊 展露他的才華就在這一段啊 有沒有 所以因為他演得很好嘛 好吧 我們來逆一遍 在倒數第五行 那麼當戲演完了呢 太監就拿著一個金盤 那麼乘著高點之鼠進來就問誰是林冠 那賈強就知道是要四林冠之物 那當然就是我們的皇妃非常欣賞他 所以給他一個額外的賞賜 喜得盲接了就命林冠叩頭 太監又說貴妃有欲說林冠即好 再做兩出戲不拘哪兩出就是了 這些字眼你們都先注意喔 然後呢 賈強就盲答應了 就命林冠做遊圓禁夢二出 林冠自為此二出原非本角之戲 執意不做定要做相約相媽二出 那賈強拗他不過只得依他做了 賈非勝喜就命令說 不可難為的這女孩子好生教習 而且還額外的賞賜兩批公斷 什麼什麼之類 這段話你們仔細推敲有沒有注意到 原非知不知道林冠的抗祕 當然知道啊 不然他怎麼會說假非勝喜呢 這話就接得很奇怪嘛 他應該是知道的 而且他不但不以為武反而怎麼樣 很高興 嘿 這女孩子有個性不錯 有沒有這種感覺 好 那所以呢 請各位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喔 林冠他是黛玉的the double 就是他是林黛玉的從相 就是林黛玉的從相有好幾個 就是說根本上跟他有很高度近似的 包括性格啦 這個家世背景啦 或者是人格特質啦等等方面 那林冠是其中之一 那所以林冠的這一種堅持自我 那不惜抗祕以及他非凡的才華 這些不都跟林黛玉很像嗎 而且還記不記得他跟林黛玉也長得很像 三十幾回有沒有 林冠畫牆的時候 我們寶玉第一次看到林冠 那沒有認出來還覺得 他什麼面膊妖先 那麼婷婷鳥鳥大有林黛玉之泰有沒有 然後他覺得他在那邊抠土還誤以為 林冠是在模仿林黛玉藏花 還覺得他這個叫東師笑評有沒有 那一段你們應該有點印象嘛 好 總而言之 所以林冠不但跟林黛玉長得像 他們在很多地方性格啦才華啦各方面 其實都有高度的近似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元春對這樣的個性的女孩子 他也長得很像的一個女孩子 他竟然非常欣賞她 而且是欣賞她的叛逆 有沒有注意到 好 不但不責罰她 還說不要為難了這女孩子 我問你黃飛都說不要為難她了 誰敢為難她 了解意思嗎 所以林冠的個性也就越來也越自我啦 越來越扭 越來越 越跟林黛玉很像 好 然後你看不但不責怪 還叫大家不要為難她 你就順著她的個性嘛 她這樣個性很好 很有自我 而且還額外賞賜 天啊 那這孩子一定更頑皮對不對 如果孩子做了一件什麼 這個不規矩的事情 大人不但說大家不要為難她 再多賞她一些那個什麼蘋果餅乾蛋糕 這個孩子一定越來越這樣 沒錯吧 所以最近情節 我故意做這種Q版的一個詮釋的原因 就是要讓大家體會到 元春這一個人也不是我們所以為的 又是所謂的什麼正統派啊 然後就要去壓迫這些反正統的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種說法都言之過盛 而從這段情節 吳寧我們應該體會到的是 元春很特別 就她個人主觀來講 她事實上比較偏好這種很有個性的人 了解嗎 而且她甚至願意去鼓勵他們 繼續去發展這種跟世俗呢 比較脫節的這種個性 甚至助長她的叛逆性 我覺得這段情節給我的印象是這樣子 給我的感受是這樣 然後請各位再思考一下 那林冠既然是林黛玉的翻版 那你很容易嘛 這個眼前一看就知道 誰跟誰是比較相像的人 這麼一來 我們元春對於林黛玉同理相推 你大概可以感覺到 她應該也是比較欣賞林黛玉的 那只是說那就太奇怪了 那為什麼她把怡紅院做這樣的一個刪改 那麼刪吊玉這個字 然後後來在端午節的肆理上 又這麼明確地表達出她的取捨的意志 那我們只能夠說很明顯 我們元春他在考慮這個家族的命運的時候 他就把個人的好物放在一邊 那我必須為群體負責的時候 我就不能過分伸張自我的那個意志 我覺得一個內斂的人 懂得分寸的人 他事實上就不會把自己膨脹成為超級主體 然後完全以自己的好物為真理 那麼這個是我們一般人也應該要訓練的 所以請注意變是非 如果用在賈府的命運來講 賈府的是非其實就是存亡問題了 這是何等重大的一個課題 面對這樣的一個攸關家族存亡的是非 我不能只靠我自己的主觀好物 不能只靠我對個體的一個評價標準 我必須從整體來著眼 那這就是為什麼他去選擇薛寶釵的原因 那薛寶釵穩重和平 這不用說了對不對 他事實上也確實最適合來擔當這樣的重責大任 而古代的婚姻本來就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所以他一點也沒有逾越他的權限 瞭解嗎 所以這些通通就在那個時代 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簡單說到這裡 那下面又要花很多的時間了 因為這個是更大的重點 所以我們把這個命名權講完 匆匆忙忙講完 主要是提醒大家事實上 凌駕於大官員之上的 不但有整個的榮國府也就是父權 那麼在父權之上 還有來自皇宮的這個皇權 因此我們所謂的個人主義 所謂的自我的覺醒 他事實上都必須限定在一個 有限的範圍之內 那麼當然我們不認為 完全的去壓制這些個性是好事 但是你說讓個性充分去發展 恐怕也結果會非常的混亂 那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盡量取得均衡 然後我們對《紅樓夢》中的各種 課題所含瓜的所有情節 我們都應該要面面俱到 然後才能夠對這些情節做合理的詮釋 我們在《紅樓的地面》中的